9月29日中秋节 举家团聚之时 正在参加亚运会的港澳运动员 在杭州迎来佳节 尽管与家人分隔两地 但别样的经历 仍给他们留下许多美好记忆 我之前都有来内地 但是我在内地过中秋节就是第一次 很难得在节日当中会有比赛日 那当然我来到亚运村这个气氛 中秋节这个气氛也是蛮好的 我第一次在内地过中秋节 也有想念我的家人 因为我准备这个比赛都出去训练 好几个月 所以都想念我的家人 团圆的概念就是 能够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团圆 每天也可以团圆 就不是只有中秋那一天才能团圆 中秋节来临时 各代表团运动员在亚运村制作冰皮月饼 设计中秋兔子灯 对于很多港澳运动员来说 这些都是熟悉且亲切的记忆 通常我们就会出去赏月 然后就吃月饼 喜欢吃那个莲蓉 还有两个蛋黄的那一个 香港因为都是比较繁忙的 跟家人相聚的时间 我想大家都比较少 所以中秋的时候就经常会 一个家族聚在一起 吃个饭就已经过完中秋了 我觉得在中秋这方面 其实因为都是中华文化所影响 就是吃月饼 然后就是灯笼这样子去玩 杭州亚运会开幕以来 赛场上每当港澳运动员登场 观众席都会爆发出热烈的欢呼与加油声 黄家燕表示 回到内地比赛就像回到家一样 很感动 就是可能我们到别的地方比赛 不会有那么多回想回应给我们 我们回到内地比赛的时候 就是会有被观众拥抱的一种感觉 每当再回到内地比赛 那个欢迎的情绪 就像我回到家一样的感觉 有亲切感 都是自己家人在看比赛的感觉 万家团圆时 他们也被家人送上了中秋祝福 爸爸妈妈都会想念 我会用诚挚报答你们 感谢我爸妈一直支持我想做的事情 然后不管可能很久没见 但是回到家他们还是很开心的迎接我 这样子所以很感谢他们 很感谢你们 这个一直栽培 然后因为中秋节我们就很努力的 然后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是他的风采 正确的动作 老师 是